原來我都不斷叫人不要賣樓 結果麥當雄都忍不住賣了 在三個月前終於壞了兩間 這個是非常之老賊的 雖然他現在死定了 那就是人望 我們是作出了 這一年作出了很多新的計劃 我希望做得好 和推類手機 那就是我們有FM Transmitter 那一年就會推給大家 是很便宜的 主流傳媒一路都會杯葛你的 那就是我都有跟大家說 就是說 這一輪大家看著朝鮮的暴動 昨天那一波韓韓說的 他們覺得中國人永遠不會革命的 中國人決定是做奴才的 其實這些 和陶傑說的東西是一模一樣 那這個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中國人和其他人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受儒家思想的影響 但是那個是令到 其實等於歐洲人 跟中古世紀 神機和天氣教影響一樣 大家都走過這些思想枷鎖 是經過這些思想枷鎖走出來的 去到適當的時間 那些人就會發揮他們的力量 我是永遠相信香港人 相信中國人的 他們其實是很聰明的 在適當的時間就會做適當的事 大家不要看現在香港人這樣 如果明天 中共倒台後天 一百萬香港人長屆推翻 特區政府給你看 但是香港人知道這件事不行 因為背後有個中國在這裡 同樣 這個朝鮮這個運動 是中共敲響了警鐘的 我都說 這個就叫Hobson's Choice 即是你是兩難的 你怎樣選都會死的 你鎮壓就更多人 你那些人就更生氣 你不鎮壓就很多人會學 這個其實是兩樣兩邊都選了死的 去到這樣大規模示威 再加上最近這個 連續五天上街抗議 其實是很危險的 危險到不得了 現在它又面臨第二個兩難的抉擇 是不是放鬆銀筋呢 放鬆銀筋就變了通脹 放鬆銀筋呢 它經濟就衰退得很嚴重 這個局面也是很難搞的事來的 而最重要的 我們看到北京 其實是 不能夠有意志去做任何事 即是做什麼呢 都是大家互相棄住的 這陣子棄那一陣子棄那一陣子 結果呢 其實這個烏陷區這件事 是搞了三個月的了 是不知道怎麼做了 站在那裡三個月 好像特區政府 你見到特區政府呢 其實是水到你不信的 即是上個禮拜 我不是跟大家說過 三件事是完全退卻 是完全不要免地退卻 即是關於不灰暗那些問題 這個 打發不出 打發不出 即是 諮詢了幾年 一路說堅決執行的事情 可以突然之間 一夜之間不挑戰了 這個 那就是這樣 而且 Anyway 唐英年和梁振英那樣鬥法呢 他們都是說了很多過頭的說話 即是到他們上去之後呢 大家盡量逼他 其實是 是不是 越說越多了 這些東西是 那就是我們需要一些VIP member的 所以我們明對呼籲大家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那今年呢 就有了萬必加入 有了皇上加入 其實哪個喜歡做節目 或者哪個想 有人懂得人想做節目呢 都多點推薦給我們 或者你自己家裏做的節目 都可以擺上來的 我們呢 是要做一個很開放的頻道 讓所有人都可以發聲的 在2012年 我們呢 大家 和所有主持人 一定會更加努力 一定要知道 人望 成為一個更加重要的力量 要特區政府和北京 都要不能夠忽視人望的 好不好 好棒